第26题 铁在空气中燃烧,其反应式为2mg加O2深层2mgO 根据此化学反应式所传达意义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根据我们化学式的写法,我们知道这个箭头的左边 这里叫做反应物 右边的叫做深层物 所以选项株呢 是对的 我们晓得均衡意义系数的意义就代表个数或莫尔数 所以这代表留2mg的铁加1mg的氧会生成2mg的氧化铁 所以选项A呢也是对的 那我们晓得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跟数都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箭头的左边跟右边 他们原子的总数应该是会一样的 所以选项B呢也是对的 那么这里是告诉我们2mg的铁加1mg的氧 这是mg数而不是克数 如果要把莫变成克数还要乘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这里的1mg的氧呢应该是有32g 所以并不是选项C说的2g加1g 这样子状况 而且我们根据质量守恒 如果有2g的铁加1g的氧 化合反应该会产生3g的氧化铁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的选项C呢都是错的 所以第26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 C2g的铁和1g的氧作用生成2g的氧化铁 这是1g的氧化铁